40. 信報財經新聞,海防道舖削兩成Body Short續租 2015年7月14日地產A111 舖毀市場全景不理想,對舖毀租金及售價都構成壓力 核心區的舖租跌勢未停 其中租金相對硬正的尖沙咀海防道,也難被大幅減租的情況 市場消息透露,海防道53至55號地下M 舖 剛獲現有租客Body Short以60萬元逐租 建築面積計平均尺租2000元,較舊租大減於兩成 交業主的意向價更大減32% 另外,有投資者近月連番減價估貨,新近劈價於兩成 售出旺角通財街一個舖位,300方尺月租60萬前術海防道舖位 建築面積約300方尺,在2012年起由Body Short以月租78萬元成租 赤租2600元,為當時九龍區赤租第二季 消息指出,業主今年初一度將舖位加價12.8%放租 以向月租達88萬元,當時Body Short放棄續租 不過,由於放盤後一直未找到新租客 業主最終只好減價32% 以月租60萬元和Body Short續約 租金較舊租約跌幅亦達23%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,業主在2008年1月以3800萬元 通過公司名以買入破壞、公司董事為姜志民和王樹園等 通菜街地鋪2690萬元 估另外,市場消息指出,旺角通菜街1MG1G 以豪華法大廈地下Depot建築面積約500方尺 以2690萬元成交,赤價約5.38萬元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,上述破壞由福啟公司於2010年11月以1950萬元購入 公司董事為陳忠武,賬面獲利740萬元 據了解,陳忠武原本開價3500萬元 經預價後減價23%以2690萬元成交 該鋪委現以月租6.6萬元追與鐵板銷專門店 以成交價2690萬元計 新買家租金回報約2.9厘 資料顯示,陳忠武今年5月減價26% 中環碑利街鋪位,試次屬3個月內第二度減價 鋪貨,鋪市調整美元中原、工商鋪 營運總監潘志明表示,受內地打貪 及政府收緊自由行政策等因素影響 本港零售業受到打擊以致租金回落 加上早前部分業主大幅加租40%至50% 如今市場處於一個調整期 讓租金回落至較合理的水平 他指出,部分投資者見未來租金將持續受壓 若見價錢合理,便先行辜貨套現 以待合適時機再入市 地產海防到破削兩成Body Shop續租 3、炬營運 Podcast